有年紀比較小的 要上下車來講也是比較方便 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君豪汽車頻道 我是阿果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Toyota的PREVIA 1920年式的 末誕 回洋 那這台的話它相當的難得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是 3.5 旗艦版本 那這個車子很稀少 那最後一代囉 那它的話 這顆引擎3.5這顆跟我們 熟悉的Alfa 是同一顆引擎 它有配備我們的 HID的大燈 下壓式的一個 車頭的造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車側的部分 它是一種MPV的車子 那它是七人座的 所以你在空間上的使用來講的話都相當的方便喔 那 車側的話 有電動滑門 這個功能我就個人覺得就很方便 如果家裡有 長輩啊 有年紀比較小的 要上下車來講也是比較方便 好那車側我們先介紹到這邊我們來看一下車屁股的部分喔 好那來到車尾的部分 那它也是做一個相當流線型的設計 那它跟 一般我們 熟悉的算是相停車來講 它的車身高度比較低一些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在 要停機械式的車位 可以停進去 如果你今天是開的是Alpha的話 有時候一些機械停車格就進不去了 車尾的部分 它打開是手動 但是關起來的時候它有電動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這樣子看 我們現在這樣子看的話 只有四座對不對 事實上的話它椅子是被藏起來 那它 這個的話 是電動的 收者 這對於我們 力氣比較小的人來講 操作上是非常的方便喔 是不是很神奇啊 那你這樣子 平常不用的時候 然後後面要 放一些行李來講都是很方便的 好那我們來到我們的第二排 那 西部空間來講的話有 三顆拳頭 沒有其實它這個不一定有幾顆拳頭 因為呢 它這個是可以前後滑動 而且幅度還蠻大的喔 然後 它的 左右 右也是可以來做滑動 所以你中間的話要有一個走道 都是有辦法的 那一樣也可以往後調整 往後 然後 腿部這個 也有 很神奇吧 好 那 攝影師可以 靠近一點 那我們這台有全景填充的部分 這邊的話是要用電動收的 這邊 它是不能打開的 它的遮陽臉是可以打開的 但是它的窗戶是沒有辦法打開的 那後面這邊的話有多一個螢幕 這個是旗艦版的 它後面都有冷氣出風口 這邊 跟後面這邊都有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三排的乘坐表現 那第三排的話是三座 其實空間也還蠻大的喔 這邊至少還有一個 西部空間 然後一樣有 冷氣出風口 那後面坐三個人 綽綽有餘 還蠻OK的 好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駕駛座的部分 好那來到我們駕駛座呢 首先呢它有我們的 非常方便的IT 一鍵起地的功能 然後 後照鏡收折 自動大燈 自動雨刷這些功能都是有的 那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置物空間非常的多 駕駛座前面也有 副駕也有 那手銬箱當然也有 杯架 門邊也可以放飲料 這邊也可以放飲料 然後 這邊有 紫穴箱 那最特殊的就是這一個 中間的 它可以前後移動 那這邊有一個超深的置物空間 所以你要放東西來講的話 這台車子真的是非常的貼心喔 那扶手的部分也是可以來做 做收納的 那我們從這邊這邊開始介紹一下 那它有定速功能 那這台車子的話 它有 環景 這對我們這種軸距比較長的車子 大台的車子啊這個功能就很方便喔 那 雙區恆文空調後面都有冷氣出風口 跟雙前座的加熱跟通風座椅 禮有禮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子的里程數 目前是多大 那目前來到67057公里 那 這台的話 導航 都有在裡面 那 天窗的部分 是手動的 可以向上推 手動有好處啊 但是比較不會壞一點 好那如果 喜歡我們在車子的話 我們資訊欄就打在這邊喔 我們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下次見 拜拜 實在就是 SUM